癌症,你越来越普及 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 其实你是过来人 其实当时你去面对自己突然之内 知道自己有癌症的时候 你用什么态度可以去面对 然后你还很硬的 不要烦我,你给自己时间去治疗 你怎样去给自己一个支持 首先一件事 我是很幸运的 原因我不是在香港 发现我有病 我是在泰国 当时大家要讲英文 英文不太好 别人说我癌症的时候 我是不懂得听的 我真的不懂得听 因为他用一个词语 叫做manignancy 我说 癌症是癌症,大佬 什么manignancy 就是这样 他写着,我还指着 那个词,我问他 这个是什么 他就看着我 很尴尬 他说 癌症 是吗 现在说的是我早上 7点多去研 12点多 这个字已经出现在我的报告 但其实我是消化不了的 你拿着报告 真的不太消化 真的消化不了 他就立刻说 当时我有其他的骨痛 他们说 等一下下午你去楼下看 一个骨的专科 再去看一个oncologist 即是 肿瘤科的专科 他会跟你商量 那就去看骨 因为骨是令你痛的 周身骨痛 因为我内风湿关子炎 那样东西是明显的 那个乳癌 一点都不痛 又没有东西 你便觉得 不知道是什么 来的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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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专科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 confirm 如果你现在叫我回想 他已经很白地说给我听 但他仍然说 你想不想抽针 我们可以抽针 拿一些组织出来 然后就可以知道 我便说 好啊 好什么 浪费钱 你说你是多鬼愚 那又愚蠢蠢的 很好啊 他说 不然我们今天就没得抽针 明天我就找个抽针 来跟你抽针 我星期六去验身 星期日 突然间 医生就回来 就去抽针 他就说 那个报告要星期一的 晚上才有的 我说不是 我星期一 下午已经走了 他说不要紧 我发给你 我心想 寄给我 你对着我 我说英文 我都不明白 寄给我 我直接不会看 不是了 我说我不走 我说我先看报告 他说好啊 那我就提出了 真的星期日抽针 星期一的报告 傍晚 五点多 六点 出了 那当然是 别人的话给你听 是 真的 真的确定了 确定了 那时候 因为这件事来得很快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真的消化不太大 那我立刻打回香港 就是预计医生 就叫朋友 你跟我预计 买医生 他就看 哇 他说你这么快 星期六 还抽了针 很厉害 他是力赚 我在Bangg 看的 他说 在香港 起码十天 这个 我觉得 就是感谢主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我全部东西 你都没有消化完 已经 去了 医生 告诉你 然后 他说 星期四入院 星期五我们开刀 那已经不够一个星期 都不用想 都开了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想想去香港的话 你就有一个星期 排期 十天 十天才出结果 那你十天就有很多事情要想 但是你现在不是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就是 大家如果有一点不舒服 或者什么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 普通查 一定要的 但是有不舒服的话 快点 第一时间去看医生 快点去面对 就不要拖拖拖拖 或者什么 喂疾妓医 对 那你就只要自己 你都没敲门 已经 已经吓死了自己